哇,哇,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噔噔噔噔,哇,这个肉真的红啊,哇,好,嗯,一早起床就拿榴莲果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嗯,嗯,还可以, 这叫还可以啊,这才叫,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已经天花板了,已经是,他们就很白耳赛的,还可以这个,你们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的话,我看看他们六月份榴莲季,我跟他们老板粤语啊,到时候我们弄几个幸运观众,到时候和陈老师啊,我们啊,妞妞啊,小雨啊,丹丹,我们就一起,到时候带着你们,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他人缘肯定是有限, 因为他上面那个住的地方是有限啊,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看,你们有兴趣呢,给我评论下面,评论一下,是吧,希望我那么组织一次,那到时候我来组织一下,呃,我们到时候就约着在槟城见,或者是在吉隆坡见,哪个地方见,见了以后我们跑到这个地方来,来实现榴莲自由的,你们,让你们吃个爽, 这里鱼烤着烤着,忽然这边我听到了有动静,这是什么,这里是什么,哇,这么多榴莲,哦,这个是XO, 哦,这个就是黑刺,哦,这个就是黑刺,哦,这个就是黑刺,冒伤王,冒伤王,我的天哪,发财了,哈哈,真的发财了,黑刺就是尾巴下面有,有一个尾巴的,哦,尾巴下面有尾巴的, 黑刺,嗯,黑刺我还没吃过,这次冒伤王吃过了,XO吃过了,黑刺第一次,嗯,嗯,哇,真的是厉害,这么多, 你会选吗,会选啊,好料啊,好料啊,发财了,真的发财了,这个现在是整个马来西亚卖的最贵的品种是吧,啊,最贵的品种,哇,这个味道都濃哦,这个, 哦,你叫它先榴莲,哦,我跟你说啊,嗯,这个你不可以第一次吃,嗯,第一个你一吃,这其他就没有味道了,哦,就不要吃了是吗,因为你吃了味道就被它盖光了,哦,被它盖光了,那这样的三个顺序应该先吃什么,先吃这个,先吃XO,再吃冒伤王,最安全的就是你吃完了过后,嗯,就先喝一口茶,嗯,喝一口茶,嗯,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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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再吃,味道就出来,哇,哎呦,这是什么,哦,菠萝蜜,哇,我的天哪, 那个是煎布拉,这是煎布拉,煎布拉,煎布拉就是小菠萝蜜,哦,小菠萝蜜,哦,天哪,煎布拉你们叫什么,我不知道,叫小菠萝蜜啊,我不知道哦,这个都叫什么,榴莲蜜啊,是吧,榴莲蜜啊,榴莲蜜是不一样,榴莲蜜刚才听他讲是两个品种,啊,杂交出来的,嗯,榴莲蜜它的,刚好发现到它的这个比较肥呢,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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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到马来西亚来,我真的是榴莲啊什么,我真的是吃饱了,真的是吃饱了,太多了,太好吃了,手小心啊,我真的,我每一次啊,榴莲吃完我就说,哎呀,我吃成了,我再也不吃了,每次只要第二天,马上又想吃,就是这样,这个地方, 不过其实,很多中国,我很多中国朋友啊,他不会吃马来西亚榴莲,他讲到味道太重了,是吗,好像臭豆腐这样的,是吗,然后你给他比较淡一点的,他讲这个好吃,是吗,我们给他吃这些比较干,浓的这个,又干干,粘粘啊,嗯,他们觉得不好吃啊,我觉得,爱吃榴莲的人,马来西亚轻易不要来,你来了,你回去,费机票又要买回来了,就是这样,真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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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国,你不要吃啊,那些榴莲的人,这个就是XO,这个其实吃到挺多的,在这边,现在哪里,南北都有,那你试一下,好,可以啊,哇,我先来一块,我先来一块,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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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哇,发财了,来,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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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等着啊,你们表演,你要留点空间,我要留点肚子吃这个,哇,好浓啊,哇, 最好吃 你倆吃一个就好 如果你们吃多 你们不要喝酒 好 我好白啊 你看看 这么小一股 太好吃 一上来 不能先吃这个 空的 这个要最后吃 这个吃完别的不要吃了 没味道了 你要从一二三吃起来 这个吃吃完吃猫三 猫三吃完吃这个 最好吃要你拿那个茶 每次每次一个品种你就锁口一下 我去拿茶去 我的茶在那里 我去拿茶去 真的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赶紧吃榴莲去啊 还在烧火锅啊 赶紧吃榴莲 榴莲吃完 再来吃火锅 我再来喝口茶 所以他们 茶煮出来 茶煮出来是有道理的 不要怕他吃不完的 吃不完 好喝完茶 喝完茶了我再去 再去吃榴莲 哇 你们真的啊 马来西亚来 你一定要选择榴莲来 真的选择榴莲来 你要这些榴莲吃 那真的把机票钱都吃回来 真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哇 你们赶快吃 等你们吃饱了 吃不下黑字 哈哈哈 没人跟我讲 你们加油吃 哈哈哈 干嘛你这样聪明 哈哈哈 你们加油 你们加油 加油加油 赶快吃 你也吃啊 那么多 那么多 天哪 对 你们多吃一点24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哦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这里的24不一样 很好吃 这里的24相当好吃 你尝了吗 真的相当好吃 哇 嗯 哇 哎呀我也看中贼子 嘿嘿嘿嘿 那呢 預備 哦不要不要 我要等着 我还等着 猫王来了猫王 哦 猫王颜色就会深一些啊 嗯 喂 那个是什么 那个也是猫王嘛 来 来来来 你们赶快 再升三次猫王 哦 跑出来跑出来 那是猫王跑出来 这是猫王啊 赶快赶快啦 我就在等黑子 哈哈哈 我就在等黑子 哈哈哈 嘿 你没有拿到 没有啊 哇 哈哈哈 我就 我就 我就起哄 我最后我要等猫王 等黑子 好 我来一块 好好好 好 哇 哇 哇你这个 这么软 哎呀算了都给我吧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这里比较好 我再吃了 我在吃了 这个比较好 没关系 好吃的留给你们 哈哈哈 这个好吃 我受不了了 这个地方 我说六月份还有 六月份再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一次真的榴莲吃到饱 榴莲吃到饱 榴莲吃到饱 原来才发现 太好吃了 下午吃的那个烤肉 是下午茶 哈哈哈 这个真好吃 哇 正常啊 正常 这里的这个猫山特别香 那你现在可以从这边走到山下 再从山下走回上来 对 马上又能吃两个 哈哈 马上又能吃两个 哇 又来了 哇 这么小一个榴莲糖 这个很美 这个很美 要抢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这是黑刺啊 哇 黑刺来了 黑刺来喽 喝了 我刚刚去跑进去喝茶了 哇 传说中的黑刺啊 来了这么多天 一次都没有吃到过 你看看它的肉一不一样 哇 它是红啊 哇 这真的是 太带劲了 大家都不好意思下手了 是吧 那我不客气了 哈哈 我再来一个了 哈哈 我已经 我已经等待不了了 我们马来西亚跑了一圈 找黑刺都没有吃到 对 对 好像说只有槟城这边有黑刺是吧 嗯 主要粽子还是在北马槟城 啊 槟城北面是 可能会找理由 哇好吃啊 跟猫上王都不一样 嗯 嗯 哇 我终于知道传说中的黑刺了 然后我们北马这边的那个黑刺 它的黑刺 现在是猫上王 嗯 嗯 好浓郁啊 出产地啊 出产地啊 我吃下去都腻着的喉咙这样下去的 哇 太带劲了 他们说是要吞在喉咙 不要吞下去 让它在那边停留半分钟 然后人就哽死了 哈哈哈哈 吃得都不过来了 哇 好可怕 就是这么黏黏黏黏黏黏黏 Cape 真的是榴莲钟的爱马士 哇 这真的是 人中旅布 是吧 榴莲钟黑色 大家都来这里要点盐 放点盐 然后再加上水就好了 加茶可以吗 加茶不行 只能加白水是吧 来给我加一点点 放了 然后就这样喝 搅一下 搅一下 这样的话 就不会脏肚子 不会脏肚子 洗手就没有味道 你洗手榴莲科洗手 总不会有味道 手就不臭 啊 学到了 又学到了 哦 这叫榴莲蜜 榴莲蜜 这个就没有那么扎手了 哇 这个颜色这么红的 很好吃的 这个吃了一个又爱一个 这样的 很好吃 那我都要试一试 很香 我来试一颗看 就直接随便拿一颗好了 随便拿 嗯 好 拍你来 好 谢谢 榴莲蜜 嗯 嗯 嗯 好吃 来 好吃好吃好吃 嗯 嗯 这个真的可以的 嗯 嗯 关键它就很累一点点 随便吃 随便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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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这一颗开出来就好了 是吧 你看啊 像的味道又不一样了 我虽然已经很饱了 但我还是要试一下 哈哈哈哈 这个是发酵的 发酵好的就是 是 哇 你看它的肉不一样 哇 这个确实啊 颜色也不一样啊 啊 嗯 它已经苦味了 对 知道了 哇 这人间美味 我告诉你们 就是人间美味 传说中的 嗯 谁就别来记住我 传说中的黑刺 我终于吃到了 太好吃了 嗯 嗯 有苦哦 有苦味 嗯 哇 奇怪哦 嗯 变色的 变色浓啊 对啊 这么黄 哦 真的这么黄 哦 哇 这满满的一锅 里面是什么呀 有木瓜 有有有 这个是什么 玉米 番茄 有肉吗 有 肉都在下面是吧 哦 肉在那边还没下锅 哇 可以 啊 这个东北乱炖 马来西亚东北乱炖 哈哈哈哈 啊 这个肉就放进去好了 哇 这个炉子真的是多用啊 又能烤又能煮 又多用 真好 哇 把蔬菜放下去 这个给你 我是榴莲吃饱了 已经 这个可以小来一碗 在上面扎扎扎扎扎 睡了一晚上 现在睡醒了 早上起床了 起床了以后 说 要我们赶快用早饭 我们的早饭在这里 一早起来又要开始吃榴莲吗 难道 榴莲粥吗 榴莲粥 榴莲泡饭 榴莲咖啡 哇 这个是黑刺啊 我不知道啊 我认不出来了 已经 这个是黑刺啊 这个是黑刺啊 这个应该是黑刺 对 我的天哪 一个早上起来又要吃榴莲吗 猫 猫 猫 哦 菠萝蜜 哇 真的是 昨天吃太多了 没有办法上 哈哈 今天才上 这个是榴莲口味 啊 这个是榴莲的味道 这个是普通的 啊 这个原味的 原味的 就直接用那个热水一泡就OK了是吗 就直接冲热水 哦 太好了 冲开水 我们试一下 红龟啊 这个我上次就看到了 我就觉得很有趣 哦 它做成像个像个桂壳一样 嗯 红龟 红龟 是叫红龟啊 对啊 哦 我是觉得像个乌龟壳 它的那个 嗯 有一点像乌龟的形状 对 像个乌龟壳 我看着也像 对 哦 它里面的这个馅子是什么 呃 有馅子 绿豆 哦 有绿豆 甜的 很好吃 很好吃 我们看着这个美景 吃着早饭 吃完早饭又要吃油盐 你们羡慕不羡慕 哈哈哈 然后再喝个榴莲咖啡 在马来西亚真的是 已经被榴莲打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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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啊 猫山王榴莲咖啡 嗯 这只吗 黄明智嘛 哦 黄明智我知道 它不是有一套 一套戏 应该是一套电影啊 嗯 叫 辣死你妈 啊 辣死你妈 那我就来个辣死你妈试试 是吧 我们来一下 嗯 不一定辣 不一定辣 就看有些单口他们做的会比较辣 啊 辣死你妈 哈哈哈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辣死你妈 里面还有小鱼干哎 对啊 你要用这个吃吗 筷子可以 筷子 啊这个是咖喱 不辣 不辣 嗯 不是那么辣 嗯 有些比较辣 嗯 有些比较辣 有些为了这个名字啊 做的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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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啊 嗯 嗯 有时候我们本地人 这个小鱼干好吃我觉得 啊这盆子新章了 吃完饭了 我们又开个黑刺 新的老章有给他铲了 我们没有钱啊 黑刺自由啊 真的很难得 呵呵呵呵 啊这个橡皮筋弹着就是为了它不要 不给它爆开 啊不给它爆开 没有那么容易爆开 嗯 你弹了橡皮筋它比较不容易爆 嗯 哇 哇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 当当当当当 哇 这个肉真的红哦 嗯 肉肉真的红 那天我们学了一招说是 这一款应该是最好的 对 上面 底部的这一块应该是最好的 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先来一块 我先来一块 哇 好 一早起床就拿榴莲果腹 真的不容易啊我们 哎呦 我先来一块 嗯 嗯 OK OK 嗯 还可以 这叫还可以啊 这才叫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已经 天花板了 已经是 他们就 很 还可以 这个 不怎么伸手吃的 不想吃 吃够了 吃的真是爽啊 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有兴趣的话我看看他们六月份榴莲季 我跟他们老板约语啊 到时候我们弄几个幸运观众 到时候和陈老师啊 我们啊 妞妞啊 小雨啊 丹丹 我们就一起到时候带着你们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他人员肯定是有限 因为他上面那个住的地方是有限啊 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看 你们有兴趣呢 给我评论下面 评论一下 是吧 希望我那么组织一次 到时候我来组织一下 呃 我们到时候就约着在槟城见 或者是在吉隆坡见 哪个地方见 见了以后我们跑到这个地方来 来实现榴莲自由的 你们 让你们吃个爽啊 好嘞 我们准备下山了 那个山顶你们看到了吧 这里的老板他这里搭了几个屋子 还在搭 说是六月份之前 希望能搭完啊 搭完的话 我们看看 如果说铺位啊 什么呀 房间啊 数量 我们根据数量来抽取我们的观众 一起来 这个 以前的 榴莲的这个 后面的这一个 树枝 然后呢 把它拨开 插在那个 通风口 通风口那一边 车上就没有榴莲味了 不能风机 啊 插在那边 然后他就不会有榴莲味 是吗 诶 他可以去除车内的那个榴莲味 这个太神奇了 拿那个榴莲可洗呢 手也不臭了 就然后这个插在上面榴莲在车里也不臭了 那榴莲 这个可以啊 那这个我们 你当时在这的时候是有啦 然后可是他肯定有残留的味道嘛 然后你把这个插上 你插着的话 他就不会 他慢慢榴莲味会消失 我们试试 试试看看行不行 我也不懂啊 试试看啊 试试看 有人试了 他们说OK啊 好 那我们过会我们就插下车上去 插鼻子上吗 哈哈 比通 比通 泰国这个是比通 马来西亚就插这个啊 你们到马来西亚就插这个 哈哈哈哈 吃了还要拿 要撞到车上去 让我们带回家慢慢吃 我们出风口就插了一个 看看到时过分有没有榴莲味